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NFT系列叫做Neons 然后它跟以往介绍的NFT系列有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它不是在以太坊上 它是在Tezos blockchain上面 T-E-Z-O-S这个blockchain 那今天为什么要来介绍一个不是在以太坊上的NFT系列呢 主要是最近以太坊的价格接接升高到了新高点 所以说在以太坊上的NFT不止价格越来越高 它的手续费也越来越贵 可能对于一些刚想要进入NFT世界的朋友们 可能随便一个就一两千美金的NFT 有时候可能有点无法下手 所以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个价格相对于以太坊来讲 就是便宜许多的NFT系列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Neons 那你可以看到在Background这边 已经有四个Neons在这边 它长得就是超酷 它有非常鲜艳的颜色 然后它又有很重的一个未来感 然后还有一个动画在它背景那边跑 所以就是蛮酷的 那它这个系列呢 已经全部被铸造出来了 这边想 那你现在要买的话 就要到这个TESEL上的一个交易平台 叫Object上面去买 然后呢 这个系列啊 它也是蛮常规的 就是有一万个独特的角色 那每个角色它就是是深层艺术嘛 所以它每个特征可能会不太一样 然后它另外一个特色就是 它是由一个艺术家叫Sutu做出来的 然后它的未来的计划 是会把这个Neons呢 放到它自己做的Sutuverse 也是就是它自己的一个元宇宙里去 然后除此之外 它还会搭配一些AR跟VR的功能 其实听起来是非常酷 那很多NFT Project 很多NFT的系列 那看到现在也都会常常说 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人物 放在我们的元宇宙里 因为毕竟元宇宙是现在非常热的一个议题 那但不是每一个团队或NFT系列 它都有能力做到这件事情 那Sutu它自己呢 是有自己的一个AR的公司 然后 所以我对于它能够执行它计划的这个roadmap 我觉得几率是蛮高的 除此之外呢 它还会把这个 这个Neons这个系列啊 会选几个 然后放在他们自己公司做的一个叫做 NFT的ARR book 就是蛮酷 就是等于把AR跟这个艺术结合在一起的 它说是事实上第一本这样的书 所以感觉还蛮有卖点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Neons 现在在object上的价钱 那我刚刚说它的价钱相对亲民 其实亲民非常非常多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一个Neons啊 它的地板价才21个Tesels 至于没有在关注币价的人来讲 可能就是对一个Tesel多少钱 没有什么概念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截至今天目前啦 Tesel一个价钱是6.22 那6.22乘以 不好意思 21就大概100多块美金一个 是不是觉得 哇哦 怎么会有那么便宜的NFT呢 毕竟在以太坊看到随随便便都是 千元美元 千美元起跳 OK 所以我觉得 就是以价钱来讲 大概是很便宜 但是你要注意说 这个NFT系列 它的值是不是很好的 那之前有讲过 这个NFT系列 到底是谁是这个艺术家 谁是这个团队 非常重要 那这边就有讲说 Neons刚刚讲过 介绍过Sutu嘛 Sutu制作的 他除了自己有自己的AR公司以外 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数位艺术的一个工作者 那他也是跟有很多 你我熟悉的一些品牌合作 像是他有帮一些艺人 比如说The Weekend 做他的虚拟的演唱会 还有帮John Legend做他的虚拟的演唱会 然后还有就是帮电影Ready Player One 一级玩家 我找一下哦 做他的VR 所以你会觉得他的NFT 是的确让你有想到Ready Player One的感觉 然后他也有帮奇异博士做他的VR 除此之外 他们公司也是一个专门在做AR扩充实境的公司 那是他们公司的一些案例 我觉得蛮酷的 比如说他把刺琴跟AR结合 然后这是一个商场的天花板 然后比较常规就是艺术品 和这个AR的漫画 都是蛮酷的一些案例 所以他算是在业界也是很有名 然后做出来也是有品质保证 而且感觉也是有能力做出 他想要做出来的东西 所以再加上他的价钱 我是觉得这个是还蛮酷的系列 那因为他这个是他已经被铸造出来 那前几天他被刚被铸造出来的时候 他就是用那种神秘箱的概念 就是你今天已经铸造出来这个NFT 但是我还不知道我的NFT长什么样子 他可能过了两三天 他才会打开这个 把全部神秘箱都打开 你这时候才会知道 你到底拿到的这个人物长的什么样子 那在神秘箱的阶段 他一度是长到了60个TESEL 那最近因为打开神秘箱神秘感消失了 所以他价格就降了一波下来 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个NFT系列 还蛮酷的可以推荐给大家 那有兴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就下面的网站连结进去看一看 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咯 拜拜